《手争人的 鞔子》 《穆 drunk 镜团在新学》 小 humans 理论 社会群的接触是厶的 O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有限群的对称元素 对称元素的数目 那么在群里面 我们说有两类 一类是有限群 一类是无限群 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哪些是有限群 哪些无限群的定义 在我们以后讲的分子点群里面 我们还会具体提到 这是一个 就是群的介绍 第二我们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子群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大的群里面 我们找到一些元素 这些元素本身也构成了群 那么我们这个就叫什么 叫大群的子群 我们上次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我们如果这四个数 1负业 I负业 这个数是构成什么 成发的一个群的 一个群的 那么好 那么这四个元素 我这四个元素里面找两个 一根负业找出来 结果发现了 一根负业两个 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成发群 那么这个群 是它的元素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部分 另外呢 又自己构成群了 那么所以我们叫它什么 叫子群 所以它的元素是什么 是attacking from什么 一个大的这个 一个large的group的 大群的里面的一个 上次我们还引进了一个 就是说 如果这是聚生 聚生 那么这个聚生也构成了群 对吧 大家下去做做成发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 巨人成发怎么成啊 对吧 是航成列得到一个元素 航成列得到一个元素 航成列得到一个元素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看看 我们说 副业根什么 负爱得到什么 得到爱 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么我们来做出这两个 这个副业对应的是什么 这个聚生 那么负爱对应的是什么 这个聚生 那么它的象征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第一个元素就是他乘他 加上什么他乘他 那么他乘他是零 他乘他也是零 所以第一个元素是零 然后第二个呢 副业乘什么 副业等于正业 那么零乘零等于 这是业 这是业 好 下面的零乘零 副业乘了副业 对吧 好 那么零 乘副业等于零 副业乘零等于零 这等于零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看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爱了 所以我们知道 副业乘副爱等于爱 是对的 就是我们这两个 这两个 所以这个对应是什么 上面一个群里面副业 这个对应是什么 又副爱 陈帅是个爱 所以这样的群呢 我们将来会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这两个群实际上是什么 所谓同构的 元素象征 每个元素也对应的 它的成分标的地位是一样对应的 我们叫同构 是吧 Asomorphic 这是我们等会儿讲的 好 还有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叫相似变化 相似变化 这个相似变化 大家学过信心代数里面 可能也知道了 在我们群里面的概念呢 就不是一个 矩正的相成 矩正的变化 而是什么 而是元素的变化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如果我 这个三个元素都是群里面的元素 如果我A在这里 那么 U乘一个X 负责一个什么 X的变 变化元素 那么这样得到一个元素 肯定也是这个群里面的 因为这三个都是群元素嘛 那么肯定也是群的 因为它有封闭性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B跟A 成为公额的 B跟A 公额 所以公额实际上也对称了 倒过来 我们说 A跟B也公额 为什么呢 我如果这里去乘X 这里乘了X是负变 对吧 X跟X负变都是个无位年了嘛 好 那么这样一层的话 这里X跟X负变就抵消了 这里X负变跟X抵消了 那马上又多数 这个一个数的 这是X 对吧 B X负变 等于A了 等于A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 B跟A是公额的 倒过来A跟B也是公额的 对吧 而且说 如果我B跟A公额 如果一个由C跟B也公额 那么C跟A也公额了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 左层一个这样负的 右层一个 它的元素 那总是 因为 层的所有元素都是什么 都是群里面的元素 那么满足它的封闭性 就层来层去 最后肯定是群里面的元素 这是D 那么如果能找到这个关系的 那么就是公额的 所以这样呢 公额是什么 是连关性的 我跟你公额 你跟他公额 那我跟他也公额 所以如果一旦是公额的话 那么他们成为一个什么 小的什么 小团体 小团体 那么这个小团体里面呢 这个元素世界下方是公额的 而跟其他的一类元素呢 是不公额的 那么这类小团体呢 我们叫它什么 叫它类 叫class 因为完全的结合 就是什么元素 这元素世界下方都是公额的 那个元素就会什么 组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合 那么等会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好 刚才讲的就是 isomorphic 就是同构的 同构的 就是元素 一个群跟一个另外的群 元素数目相等 而且它的成分比较低位 是一叶对应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四个居阵 跟什么 一个什么 正业负业 一个正爱负爱 四个数 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叫homostasis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个叫同态 同态跟同构是什么区别呢 就是同态的跟同构的 它的元素数目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成分是什么 是吧 是一叶对应的 一叶对应的 对的 那么我们等会会来看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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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的 就是我们刚才 有一个元素 是两个操作的一个元素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 刚才我们有一个正业 一个负业 对吧 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个 另外都可以找到一个 那么它呢 可以跟一个大的 去同态 那么我们下面 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跟我们 和表上操作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c3维的群 就是说 它什么呢 它是有一个三十轴 然后有一个通过 三十轴的一个平面 那我们知道 有一个三十轴 它肯定有哪几个操作 一个c3 还有c32 就转180度 有的 那么转两次 相乘 也是它的 所以c32 那么就转240度 最后转30就复原了 所以它变成有这三个元素 就是 1 c3 c32 这是一个 然后我还在这个c3上面 加上一个什么 通过它的什么 那个平面 那么说 根据我们上次 这个组合规则 有一个通过它的平面 变成有几个 有三个 大概有三个 那么知道 那个知道 谁叫V V一片 V两片 所以这样呢 这个群里有几个元素呢 这个群里有六个元素 好 这六个元素不是构成那个乘法表吗 这是这个乘法表 乘法表 好 那么 这个乘法表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六个元素里 哪些元素值 可以组成一类的 组成一类的 好 那么我们先看看 第一看看 E总是组成一类的 为什么 它可以跟任何元素交换 那么也就是说 我来一个什么 X1 负义X 那么它总是等于什么 等于E的 为什么 它可以跟X交换 那么X跟负X就等于E了 E了 那么E乘1还是E 所以 所以 对E来说 你任何一个元素 组成一对 元素跟元素 去作用它的时候 它总是不能什么 把它供应到另外一个元素了 所以 在一个任何群里面 E自己总是什么 总是成为一类的 它不会跟X彩瑞的 X彩瑞的 好 那么 实际上我们说 C3 我们上次讲了 有一个C3 然后有一个面的话 它肯定什么 有一个C3操作 它本能 可能还有 一个第二个C3操作 那么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看看 如果C3 那么我们说 C3去成长什么 成长一个 比如我们这里来找一个 C3 去成长的C个吗 V 好 那么C3 称上这个SigmaV 导致什么 导致C3 2 这SigmaV两片 2V两片 好 那么SigmaV 它的页元素是什么呢 还是SigmaV 对吧 因为它 做了两次SigmaV就复原了 所以这里我们再乘SigmaV 好 那么这里才乘SigmaV 这里也乘SigmaV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SigmaV 乘SigmaV两片等于什么 SigmaV 去成长SigmaV两片 等于C3 2 那么也就是说 C3跟C3是什么 是共的 C3跟C3是共的 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在去找 我说C3是不是可能 跟SigmaV共的吗 我们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想C3是一个什么 我们叫真操作 对吧 它转来转去 还是它原来的物体 SigmaV是一个什么 是个向转的 虚操作 就是反应的虚操作 所以经过SigmaV作用以后 它肯定是虚的图像 好 那么我们想想看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10的 这个C3 那么我这里 不管是用虚操作以后 是操作以后 来什么 来做一个共的 那么这如果是虚的 那么它也肯定虚的 对吧 你肯定是 它也虚的 这样 虚是虚 它最后什么 还应该等什么 等实操作 还应该等 选择操作 它选择可能是什么 可能刚才我们家的C3 可能C3 刚才我们就证明了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能 找不到一个什么 X和Y 是什么 C3 跟什么 C2 跟什么 共和其他 共和其他 实际上呢 从本质来说 两个相互共和的操作 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这个操作 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对称元素 把这个操作 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另外一个操作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个操作本身是一样的 但是它什么 这不过是一个转换 位置转换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就说 在这个表里面 我这可能是什么 这可能是C3 跟C3 共和 而C3 绝对不会跟什么 跟SigmaV 共和 好 那么SigmaV 跟SigmaV一片 两片 是不会共和的 那么当然我想 按照我刚才讲的 一定是可以共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这个SigmaV面 我这个有30周 我30周通过转120度 把SigmaV面 转到什么 转到SigmaV两片面了 所以我们 完全可以来看看 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来 SigmaV面 我们这里来 C3 这里来 C32 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东西了 变什么样 那么我们来看看 第一 C32 跟SigmaV 好 C32 跟SigmaV 就这个 马上SigmaV一片 所以等到SigmaV一片 然后我们再说 SigmaV一片 去跟C3之用 SigmaV一片 跟S3之用 到SigmaV两片 这是C3 然后等于SigmaV两片 那么也就是说 SigmaV跟SigmaV两片 是共和的 对吧 共和的 那么当然了 那么这 那么SigmaV两片 也跟SigmaV一片 共和 那么到过来 这三个是共和的 所以通过这样共和一类 我们可以发现 在一个C3V群里面 它的共和元素 有几类 三类 对吧 这是一类的 这是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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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以后就要记住 如果是旋转 那么由SigmaV面 这些旋转 它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类 当然这是偶数的 跟奇数的不一样的 偶数的跟奇数不一样的 比如说 最典型的就是说 我C3肯定跟C3二共了 加拿比方 我又四次做旋转了 那么我又C4 C4 C4二 C4三 对吧 那么 C4跟C4三可以共了 跟C4二就不能共了 对吧 因为C4二就等于什么 等于C二 所以它的操作 实际上跟C4不一样的 但C4跟C4三操作是一样的 为什么 都是转什么 转九色度 这不过一个是顺时症转九色度 一个是相当于 顺时症转九色度 它通过一个反应面 什么 正好是一个反应过去 正好是共了 所以将来就是说 你在做共了的时候 就会发现就是说 哪些是共了的 哪些的 那么如果这个SigmaV面 它有了 C三有 这些SigmaV面 就是什么 就共了在一起了 共了在一起了 那么将来呢 我们发现这个表 惩罚表 或者将来唯一 还叫它这么表 就是设计上并不把元素 所有的群元素都写出来 而是把什么 把一类一类元素写出来 那么这样呢 它可以简化了 可以简化了 就是说 对西藏外面的时候 它只要写三类元素就可以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同一类元素里面 它有很多是相同的性质 相同的功能 那么这个我就把刚才 我们关于群的一些 基本概念性质呢 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对一个群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大概的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还 这讲了最简单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增加一些比较复杀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 那么群本身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学上 一个普遍的概念 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数字 也可以注定群 像是我们讲的上次 我们那个军群的一些操作 也可以注定群 那么对我们 这门课来说 我们主要的研究分子 所以我们现在感兴趣是什么 就是在分子里面的对称群 所以这一小节我们讲 叫分子的点群 那么为什么叫分子的对称群 我们叫它点群呢 点我们现在看 分子是一个有限的 有限的一个实体 我们叫有限的图像 那么一个有限图像里面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所有的对称操作 所有依赖的对称元素 变成什么 就要交了一点 因为只有交了一点以后 它什么 它这个对称操作 不管你怎么做 不管你组合 这个图像 有限图像 还是个有限图像 如果一旦我们存在 两个对称操作 两个对称元素 不交于一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有限图像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个无限的图像 我不知道大家去 注意过没有这个问题 比如你到理发店 现在不叫理发店 现在叫美容店 那么里面有很多镜子 那么最点的镜子 你前面是镜子 后面还是镜子 所以你一到理发店 你会看见 本来你是一个人的话 就看见很多女 为什么 因为你照到这个镜子里面 后面就是她 就是你 又是你了 然后你 这个影像 又照到这个后面镜子 又撤了一个女 那么在前后照 照照照照照 照到无菌面了 就是你一个人 就变成在这个 在这个两个什么 不相交的镜子 镜面之间 就会什么 就会产生无限度的 好 那么如果我们一个分子 分子里面有两个反应面 这两个反应面平行的 不相交的 那么这个分子不是变成无限度分子吗 对吧 就不是复原了 所以这个对称造作对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 变量就是说 对一个有限 那个 那个 课题来说 有限问题 它的对称操作 依赖的对称元素 必须交于什么 交于点 这是什么 insect 公共的点 common point common point 所以这样来呢 所以 由它这些对称元素组成的一个群 组成group 我们就叫它什么 叫它点群 叫point groups point groups 那么点群呢 有两种法 一种叫寻浮一次符号 比如我们讲的这13例 就是这种寻浮一次符号 以后我们讲经体结构的时候 我们还会跟大家讲 讲过去符号 那我这里不讲过去符号了 因为到了 那个经体结构里面 我们再来讲这个 过去结构再讲 那么现在我们就认识一下 这个符号就叫 点群的寻浮一次符号 寻浮一次符号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点群里面 大概有哪些 跟我们分子有关的 跟我们分子有关的点群 大概有哪些 第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叫cn群 就是说 这一个轴轴的 这个轴轴就可以什么 转n子到最后 360度 那么就是 每一次是n分之360度 n分之两派 那么叫cn 那么cn最小的是什么 c 对吧 c 我们说c里面 这叫c 那么c就是什么 它这个元素就是1 这个元素1 也就是说 要么转360度复原 要么就是它不动 转360度跟原的不动 是基本上是4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典型的 比较1的一个分子 它这个对手元素 那么然后可以c2 然后再c3 这些过去 但是在分子里面 纯转动的轴的分子 不多的 你要去找这个 有时候倒也蛮难找的 比如c2 当然我们可以找 最典型的是什么 光阳化氢 它这个c2轴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这个 这是光阳化氢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一些 比较复杂的大德分子 像这个氧化氧上面一个 这个氧化氧的核 那么这样的 它也是4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4的 当然要注意 这两个是什么 不是在这个 全对称的位置的 它是两个 相不动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 这一个4的轴 从上面转下来 它跟它是复原 它都到复原 其他都不到复原的 所以这个4的呢 就是很简单 那么它有几个对称元素呢 就两个 一个1 一个4 对吧 一个1 然后c3 c3 c3 那么c3里面呢 你看我们讲这个 就是说 三个月碗 如果三个月碗 三个月碗都在什么 都在一个碳上面的话 那就可能这个 那么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什么 一个 我们说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结构 那么它什么 这存在着什么 三次宣传 其他都没有的 反应面啊 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要注意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啊 是什么 是扯开了以后 不是什么 不是很交叉的 不是交叉的 如果你真正交叉 正好是什么 插开6色度的话 这里面可能 还有对反应面了 还有反应面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是 这个角度不等于6色度 就这两个角度 不等于6色度的情况下 那么它这个c3 这个c3 就任意角度的 这个分子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一类 那么当然了 它可以c3 c3一直到什么 比较 一般情况下 c6啊 c7 c8都有 但是 也就是这种分子很难找 那么就在这种分子 我们都知道 然后它们